你听到的这段声音 是人类在1974年给外星文明发射的一段信号 你可能听不出这个信号有什么含义 但如果我把它可视化的图片放出来 你应该会很熟悉 也能看明白一些图案 这段信号的目的地 是距离我们25000光年的M13星团 天文学家认为 如果人类并不特殊的话 这里很可能有生命诞生 这个星团中的恒星十分密集 比太阳系周围恒星密度高了100多倍 如此拥挤的星团 经常会有新的恒星诞生 那么外星文明诞生的概率也要更大 1974年 德雷克联合卡尔萨根等人 一同编写了这条二进制消息 最终通过阿雷西伯天文台发射出去 所以这个信号叫做阿雷西伯消息 这组消息总共1679个二进制代码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就把这组信号简单解释成零和一 实际上这条信号是以电磁波的形式传播 代表零和一两个电磁波信号的频率相差10赫兹 开头听到的声音 也只是把这组信号给音频化了 实际上电磁波是不可能让我们听到的 这组信号以一连串的零和一发射 实际上接收到还需要进行解码 才能看到我们开头的照片 1679个零和一 如果外星人足够聪明 并且会实禁制乘法算术的话 他们应该会知道 1679仅有两个音数 23和73 如果把这组数据按照23乘73 或73乘23的矩阵排列 可以得到这两张照片 在我们地球人来看 23 73这张图好像更容易理解 不过外星人应该不会这么看 但是经过一顿分析 破解 73乘23的矩阵 解答不出有用的信息 那么他们应该会知道 23乘73的矩阵才是正确答案 按照正确的排序顺序 这张二进制编码的图 可以分为七个部分 有颜色的小格子作为1 没有颜色的小格子作为0 每个颜色的最底部这一排 不具有意义 既做x 那这张图就很简单了 下面只需要把二进制 转化为十进制 第一部分 数字1到10 表示我们地球人 目前用的是十进制技术法 满十进一 这个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毕竟小时候 我们最先学的就是数数 数字对于人类来说很重要 把数字摆在第一位 这足以让外星人明白 我们是有文明的 第二部分 DNA元素 这个区域可以得到这五个数字 它们分别表示五个元素的原子叙述 带入我们的元素周期表 就可以得到 H 氢 C 碳 氨 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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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这些都是生命组成的必要元素 但是外星人的元素周期表 是怎么排列的 这就很难说了 第三部分 核甘酸 这个部分理解起来不算很容易 我相信外星人如果很聪明 看来也会一脸问号 每一个绿色区域都是单独的一组数字 就拿第一个为例 通过解码后可以得到这组数字 然后按照上面字母的顺序代入 然后重组 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意义的化学石 这12个绿色区域 就表示12个和基因有关的化学石 第四部分 双螺旋 两边蓝色的区域是DNA的双螺旋结构 中间白色的区域 按照从右往左的上下顺序读取 就可以得到这么大一长串的零和一 转换后得到这组数字 又为43亿 这代表人类基因组中的剪辑队友43亿 这是1974年的数据 但是现在科学家测定为32亿 第五部分 人类 中间红色的区域是人类身体的形状 这就是简单的形状 不需要进行二进制代码排列 左边白色小鸽子 需要按照从右往左顺序技术 为1110 转换之后得到14 14再乘以这次消息的波长 126毫米 等于1764毫米 这是当时美国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 蓝色部分不具有编码意义 就是简单的一个标识 它就是告诉外星人这个数字 和这个人的身高有关系 右边白色部分 按照从右往左 从下到上的顺序 重组二进制代码 最终得到的数字约为43亿 这是当时全球总人口的数量 第六部分 太阳系 这部分就很简单了 从左网友的顺序是 太阳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和冥王星 而地球的位置被特意往上放了一个 表达的意思是 这个信号是从这里发出的 第七部分 望远镜 这部分就是发出信号的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的抛面图 M表示镜面是曲面镜 底下白色的部分转化为实镜值是2430 乘以信号波长126毫米 等于306.18米 也就是这个望远镜的直径 蓝色部分和身高部分那里是一样的 也是作为标尺 到这里 这张图片我们就完全解码成功了 不知道如果你是外星人 接收到这个信号 需要用多久的时间才能破解 如果你没接触过地球和人类 那这份电报可能和天书基本没区别 这里是球存冷知识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